澳門肯定是一個荒誕的城市 音樂人生的導演張敬偉最近有新戲上演 《秦奏散常》雖然是劇情片 但貫徹他拍紀錄片的風格 故事是一個有精神病的女人離家出走 女兒找了她一整晚 期間見盡澳門的光怪六里 婆婆 媽咪有沒有來過 澳門其實是一個鎮 但問題是現在他們發展到一個感覺上 金碧輝煌那種錢的流動 一個cosmopolitan都未必有這麼多錢的地方 這樣就會奇怪了 當我們香港人很懷念那種人情味 那種震那種感覺的時候 其實是去到某個極致是會窒息的 但另一方面如果你走到哪裏 都有人認得你 然後都會很關心你手拿著那個袋是什麼 我會覺得其實是窒息來的 社劇本連同拍攝張經緯在澳門住了一年 訪問過超過300個澳門人 由可觀、達馬仔到精神病人都有 到最後一天她終於頂不住了 一子宮去了茶餐廳自閉 我們聽到三四個男生的對話 是很斯文的對話 但他們說的內容是什麼 我都不想這樣派給她 但那個太太真的脾氣不好 又想訂閹灰光 她全部說的內容是關於倒桌 她作為可觀的那種怨氣 但我覺得聽到她的聲音 就好像澳門的矛盾 你看到我一轉眼看 那四個真的坐了四個 即是適合大學畢業中的感覺 戴著一個很斯文的眼鏡 整個文青的樣子 可能會是做記者 可能會做作家 可能會是拍電影的導演 但如果他們最後會 都是一起做可觀呢 那就很反映到社會 可能是有些問題的了 青州山上的資金 來自澳門善明會 一個關注賭博問題的NGO 張敬為沒有興趣講人生大道理 但無論是精神病康復者 還是要面對家庭問題的普通人 都會找到共鳴 每逢你叫人不要吸毒 不要賭錢 不要歧視 這些是很容易說 很老土的 對人有興趣 你首先不要說 我很同情那批人 這個就算出事了 我覺得有什麼關懷就已經出事了 當你有這種說法的時候 其實某種是自我感覺良好的 你是Band 3的學生 我應該怎樣打救你 很出事的 我只不過對你感興趣 你又對我有一定的信任 你肯說個故事給你聽 我有一定的啟發 我就做好個片出來 一種比較平衡和平等的心態去看那些人 你和我一樣